OK,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Ben 他是Ben2000年左右的时候来新西兰 然后一直做过很多软件工程师的工作 然后到现在他现在是一家政府部门的软件架构师带领团队做架构和开发 然后Ben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非常高兴可以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节目 然后咱们就直接进入正题 要不要简单介绍一下你的经历 当时是怎么,为什么来新西兰的呢 当时学的是什么 可以的,我是2004年来新西兰 最初的也是先读一下语言 然后在这里读的预科 然后上的大学 我觉得那个时候是非常有点像一个移民留学潮吧 就是大家那个时候新西兰的这个汇率啊 各方面这个就是移民留学的这个价格啊 还有这个费用啊可能比较合理吧 就是那个时候就来到了新西兰 其实你说我为什么要来到新西兰 也可能是阴差阳错吧 因为那个时候年龄的原因 如果要去澳洲 好像我记得当时是要考雅思 好像新西兰是没有这个限制的 但是来到新西兰之后 其实就被新西兰的这些 这种人们的生活方式所吸引 其实当时还有一些朋友 就当时来的时候可能还是想说 将来能不能去澳洲 但是来了之后的话 就越来越喜欢这个国家 从主要是从学业上讲嘛 那我读的是这个Computer Science 就是计算机科学 其实在大学当中 其实还是有很多和计算机相关的领域 比如说你可以读这个Software Engineering 这是一个四年的课程 我们当时读的是这个Computer Science 是一个三年的课程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叫Btech Business of Technology 应该这个也是一个四年的课程 那我也有同学或者是朋友 读过各种各样的这种课程 一会我们可以简单来聊一下 就是我觉得从 尤其是从IT这个职业发展来说 其实我觉得工作经验还是最重要 其实如果你不是真的想要去做学术的话 其实读一个比较短的这种本科的课程 然后尽快可以进入职场 我觉得是我给所有现在学 或者是准备来学IT的小伙伴的一个推荐 是啊是啊 我再看一下 那你觉得这么些年来做过这么多IT的岗位 你觉得做架构师和做纯开发比较 架构跟开发相比有哪些优势 比如说你可以从工作压力上来讨论 也可以从工作生活平衡 然后我们可以谈一谈薪资 就是那种比较俗一点的话题 可以可以 那我就简单先介绍我的职场 那我闭完业之后是进入了一家奥克兰或者新西兰一家公司的这种叫做毕业生的这种项目 就是他们这边叫做graduate program 通常是一年或者两年 我进入这家公司叫做integen 是一家这个微软的这个算是gold partner 就是算是黄金合作伙伴 我不知道在中国应该怎么叫这个 那我觉得首先 这个我可能想提醒一些小伙伴 如果就是看这个内容的话 就是在新西兰其实要早申请工作 尤其是如果你想要找这种graduate program 比如说你是2022年 今年是2022年 2022年年底毕业 那你其实应该是从2021年年底就开始要准备了 因为很多的就是工作招聘 基本上是从2022年1月份 应该1月份通常 不是12月份还在假期 23月份可能就是投行 然后接下来是四大 就是我们所说的四大外籍事务所 现在其实也不能完全算四大 其实IT也是在里面 对一波一 IT也算在它的一个叫做risk advisory services 当时我也去面试过一家 然后接下来就是传统的这种IT的企业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政府部门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较大的企业 所以说就是说如果你是在 已经在新西兰上学的 我觉得你一定要提前 就是如果你要想要进这种公司专门为了毕业生做的这种招聘的项目的话 你一定要提前去申请 那翻过头来说我的这个职场 那我大概我申请的可能更早 因为我们当时就是留学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毕业工签应该是 或者是我大二的时候还没有 可能大三其实我最后是有的 但是大二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这个政策还不是特别的明朗 所以我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申请工作 专门有一个邮箱就专门为了申请工作 我可能在大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申请类似的工作 我基本上大二上半年就完全都是拒绝性 但是到大二之后就有一些面试 就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要注意的 因为我当时的可能目标很明确 就是我读一个这个比较好找工作 我也喜欢的学历 然后呢不用很长 因为我自己感觉我也不用不是做学术的这种人 然后我就尽快的这个找到工作 那就是接下来就是我职业的发展了 就是大概我也做了程序员 做了大概七八年的样子 从这个就是传统的这种微软的程序员 到一些产品的程序员 然后呢后来就做到了架构 也做过这个架构的这个小组组长 他们这边叫做team leader 我领导一个大概七个人的团队 那这个过程的话 我觉得其实你说说的俗一点 是薪资 其实我觉得也是 其实最终吸引让我从程序员到架构的话 从很大的一点也是薪资 因为如果你去就是新西兰 或者澳洲的一些招聘网站上 就是seek上边 你去找就是排名 可能前十位的职业 他挣的挣的最多的 可能包括北美也是一个 这个solutionarchitect或者ITarchitect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 在计算机领域的这种架构的话 其实他的薪资是非常高的 而且你比较前十名 可能比如说眼科医生 心脏科医生 就是你会发现IT的这个架构 它不仅仅薪资高 而且还对于你的学历 在这前十名当中是要求最低的 或者是说 如果你在算上比如说这些房产中介 就是说这种销售的这种岗位 那IT的这种架构 又不需要完全做销售 就它可能是要去有一些软技能 但它又不需要完全 就并不是不是全靠嘴皮子吃饭 对所以说我觉得做架构 挣同样的这种 就种比较高的薪资 在整个行业当中 它性价比是最高的 因为你如果想要做个牙医 对吧 你真的是要在这边 花很多钱去上大概可能5到7年的学习 然后出来 然后你还要有点像这种Dental Assistant 当然人家后来出来挣钱用的很多 但他们前期也要付出 战线拉的非常长 对更长一些 所以但是我做了这个决定之后 我就说一说这是当时的理想 理想就觉得我去那以后就能应该能挣很多钱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觉得做架构之后 我应该能做很多决定 就是这东西应该我设计 我应该想这个东西 架构字眼放在那 反而在这个怎么说 就是反而真正在实际的真正去开始申请 或者是后来开始做到了这个架构之后 我会发现跟自己想的基本上是不太一样 就是首先就是你做程序员 我们所说的通常它就是跟一个跟机器 或者是跟一个系统 跟一个产品打交到这么这么一个职位 就是说它尤其是我们在这边英文又不是我们的第一语言 所以你会有一种错觉 就是说你身边的 比如说像我们所说的这种Square Master Business Analyst 或者是项目经理Project Manager的话 你跟他们沟通的时候 你觉得你沟通无障碍 而且你觉得好像我沟通能力也挺强 其实这是一种错觉 尤其是如果你现在还是在做程序员 其实并不是你的沟通能力强 其实是人家的沟通能力强 人家让你觉得很舒服 等你真正做到这个架构它更多的时候 你开始需要去真正去组织一些会议 组织一些这种技术上的一些讨论 而且呢你有的时候有一些部门经理 或者有一些人他们意见不合的时候 你还要做一个合适老 或者说不能说合适老 你还是需要总结一些这个技术 或者数据上面的东西 去给他们进行一些比较深入的沟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的这种沟通能力 其实还是有挺大的差距的 对 然后这个就是说到这个软技能 其实我觉得你说这两个职位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我觉得区别不大 就是说通常我觉得我跟很多朋友在聊的过程当中 他们也说你做了这个架构我挺感兴趣 我也做程序员也七八年也快十年了 一下往这方面转一转 通常我觉得最大的误区就是说 其实他们的技术已经非常的没有问题 就是我觉得我们华人在这边 如果你真的深耕了这种技术领域超过五年以上 我觉得你的技术是没有问题的 你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个架构这个职位 更多的时候是第一你的信心 第二就是软技能 首先我先说一下信心 就是当时我在做的时候 好多人就说比你这个程序员会技术 铁饭碗 你做了架构 比如说经济不好 签裁员就是 我当时确实也担心了很久 但是我后来做了之后 就有点 就有点你上了另外一个平台 你就感觉那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你就会发现你上到那个平台 你的职业发展各方面 你的机会会更多 而且我也慢慢体会到 就是说你做了五年甚至十年的这种程序员 你的技术的底子通常不会丢的 就是说如果有一天真的你做不了架构 就假设说 或者是经济不太好 做程序员还是可以做 只是你可能一开始可能薪资会有一点点影响 但是我觉得是因为我见过一些可能试过架构 然后他觉得真的是不适合自己 他又回去做程序员 就是说也是有这样的 所以说这就是第一点信心 我觉得首先你要觉得做架构是一个 可以让你在IT领域吃一辈子的这么一个职业 我觉得大家要有这样的信心 信心很重要 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软技能 这种软技能的话 大家都说比如沟通的能力 比如说做presentation的能力 做和人就谈判的能力 就是各个方面的能力 这个能力我觉得 因为我有两个女儿嘛 他们在学游泳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我可能打的比方 就是说这个就跟学游泳的 你可以让他看视频 就是你也可以去学软技能 比如说我听一听 某个大人的 他的领导力是怎样 他是怎么说话的 对吧 但是他跟学游泳一样 就是说你的在岸上的姿势非常标准 你都已经达到可能这个100分的学生了 但是你没下水 你的那个软技能就发展不了 为什么 就是我们开玩笑说游泳 你必须得有点像喝两口海水 或者喝两口游泳池里的水 喝两罐盐 对 也就是说你真的 对 你真的就是可能犯一些错 然后让你有一些不好的体验的时候 你才能知道你怎么去跟别人沟通 就是我当时做的时候 也就是你没有跟人家把话聊死 你就不知道什么话你该说 什么话你不该说 我说的这个并不是说在朋友聊天的这个过程 而是真的是在一种工作的环境当中 就是说他也是什么有话该说 有话不该说 然后你什么时候说怎么说 这个其实都是靠经验的 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 我觉得我也可以告诉你 但是对方是变 这就是跟机器不一样 因为你在做一种程序的时候 机器是不变的 你的这个程序如果不肯拍 如果不运行 那你就去试因为他不变 你改变一下他就可以运行了 但是人不一样 就是说我告诉你 你应该这样这样说 结果他换了一个人 或者他心情不好 他给你的这个态度又是另外一样 那我跟你说的这个东西 可能今天就不管用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软技能 那我就说一说 我是怎么提高我的这个软技能 就是说这个当时也是花了很多的这个功夫 最初其实我还做过一些英文的这个Post卡 为什么呢 就是说我当时问过一些我的这个经理 我说这个我确实感觉做这个职位 这个沟通啊各方面 就是软技能啊比较吃力 当时我的经理给我了 他给我的意见就是说 就是就是在这个西方吧 或者在新西安有这么一个组织叫Toastmaster 这Toastmaster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在洋人的这个婚礼上 就是你要去给人家这个 就是像这个人家新婚夫妻致敬的时候 就是要就是敲一下酒杯 可能大家看过Friends的时候都都看过 要给人家制一个这种婚礼的一个敬词一样 他就延展出来 就是说你可以去做一些presentation啊 然后培养一些领导力 他当时我孩子还小 然后生活也比较忙 然后我当时的工作的区域呢 其实并没有这样的 我要走的话就需要专门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我觉得当时就是这个当时 你就不是特别适合我 但是后来其实我也推荐了很多朋友 包括有一些人在里边 其实反过的效果都是不错的 那我是怎么弄的 就是后来我就又问我经理 我经理说你可以去想办法去一些 技术的小峰会啊 去做一些presentation啊 去找一些东西 他就说而且他说 你看我还听这个podcast 我还看YouTube 这里边好多东西 他就说对对 说说你们是年轻人 总能找到办法去去练 meet up之类的 对对对 后来我就做了一个 就是说白了 因为我当时大概也做了架构一年啊 但是我就意识到我有一些短板 那个时候我就说 给我这个沟通能力啊 各方面怎么去弄 然后当时还有小孩子 后来我就说那我就讲一讲 我是就我就讲一讲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体会吧 就是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比如说当时我就说 就是都是用英文讲的了 就是说都是比如说 这个架构到底做什么 其实你像我太太 她是真正学建筑的 她就说我的工作title里 还没有architect这个title 为什么你的就有 就是我我也很难用一两句话解释 但其实这就是沟通能力 后来的一个也不算沟通能力 就是说你对于某些东西吃的不准 就是说这个我可能觉得 就是说大家另外一点要注意 就是说你可能技术很牛 但是你不能用很简短 很很精准的语言给别人解释了 大概又过了两三年 这后话我就很容易的 给我老婆去解释这件事 就是说这是什么事呢 就是说我我做的架构什么 我做的架构叫做专业解决问题专家 叫professional problem solver 但是呢我只是呢 在这个digital space去解决这些问题 就比如说 solution architect is a professional problem solver it just happens without problem in the digital space 也就是说我可以用非常简短的一句话 去解释我做什么 这个也是大家去验证你对于某些技术 你吃的透不透 就是你能不能用一两句话 给完完全全不在这个行业里边的人 也是清楚这个事是干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是 什么艺术 对对对 这个是你沟通当中 尤其是你做架构的一种能力 就是说你可能跟你要去跟程序员去沟通 你需要用走的很技术 比如说你要聊到比如说 CICD pipeline啊什么什么 这些烂调的东西 但是你在跟一些 比如说项目经理 甚至一些这种decision maker 比如说group manager 比如说business这些 他对IT完全不了解 你就需要用很简短的语言 去告诉他 这是做了一件什么事 为什么做这件事 做这件事能给他带来什么好处 就是这些 就是慢慢慢慢 就像我说的这个经验 你的英文 其实一个是你的英文 要慢慢慢慢变得流利 另外最主要的是 你要动脑筋 而且你要琢磨这个事 怎么能想办法 用很简单的语言 去解释清楚 而且呢 琢磨是怎么琢磨 就是说 这个人想要听什么 因为如果你跟程序员 程序员很可能就是说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你的设计是这样 而我想那样做 你可能就更多的时候 是这种解释 而如果是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就是说 有没有问题 会不会影响我的 进度 进度 对 会不会影响我的预算 而如果你跟这种 gen manager operation的话 它更多的时候 就是说 你的support 有没有做好 我现有的员工的技能 能不能support这个东西 如果不能的话 我的second level support 是在哪里 对吧 就是你整个流程 比如说 你给security manager 他可能在乎 就是说 你都有哪些是让外边的人可以直接接触的 你有没有放security control 你比如说你有信用卡的支付 你有没有 就是这种 安全研究你 ECI DSS complaint 就是说 就是你慢慢就会琢磨出每个人他想听什么 然后你说的时候就非常针对你说我这个项目是什么 有没有信用卡的支付 有信用卡支付 是不是合规 怎样合规 大概这个合规的这个我们是怎么合规 我们是找的比如说外部合规的这些security的公司帮我们的合规的 还是对方可以提提供 比如说ISO就是国际认证的这些文件去合规 就是我举的这个例子 就是说你琢磨这个人他想要听什么 因为你是在一个工作的环境当中 是 我们不是来拉家常说你琢磨干啥 我琢磨干啥 就是他来这里 尤其是经理的时间非常宝贵的 他想要的就只想听自己想听的 你告诉他他满意了 就完事了 他就对你工作结果很满意 是的 当然也有一些 这就是你跟这就是下一步 就是你提的你的你有这个信心 你的这个沟通能力慢慢提高了 下一步就是说你从这个架构做到什么 其实你毕竟就是一个顾问的角色 顾问的话就要取得别人的信任 就是说从一个solution architect变成一个trusted advisor 就是被人信任的这么一个顾问的角色 那这个确实是要建立关系 就是说呃就比如说你要学会呃跟别人去呃主动的去约别人喝一个咖啡啊去吃个午饭啊 别人比如说周五洋人通常有一个这个friday drink啊喝个酒啊对对对这些你作为一个顾问跟作为程序员就作为程序员你基本上是如果你就是说你就是对他们这种生活不太感兴趣你就真的不用去 但作为架构虽然你也不用去但是呢你你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在那个当中去聊去比如说哎这个项目我为什么推进的不好 为什么你就是不通过我的这个设计在就是有一些事情是在那个里面去沟通的放松的环境啊大家就比较放松的 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的就有句话他就是比如说他就不跟你批是不是有些话就在饭局上讲 其实有点类似的对对对就是差不多太多了对对所以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呃我就是简单再总结一下就是不同就是说程序员他还是和机器打交道 所以对于你的这个沟通能力并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或者说你旁边的人会更多的去呃适应你的沟通沟通的方式 嗯而你作为架构之后你的这个呃怎么说就是你的沟通能力要提强就提高因为有些人就说白了为什么要有架构这个职位 就说白了大家意见不一或者说呃太多的选择就是所以所以你必须要签签这个头而且很多时候因为意见不一因为选择太多导致意见不一的情况下这个项目就停顿了嗯就一旦停顿了就是就架构是一个什么样的 职位就是这个项目只要做不好不是因为钱的事比如说这个项目没钱了那就跟我没关系那就是只要不是因为没钱这个项目做不好都是架构的问题就是你说破了天也都是你的问题比如说没有人员但没有人员你可以就如果你不缺钱你可以去赶紧去跟这个项目经理说呀或者怎么样就说所有的事情呃他有点像一个呃呃呃什么甩锅匣的这么一个职位就说大家就是做不好那就是比如说这个项目卡过都可以甩到你身上嗯但是这个 水过小咱们是背过小你慢慢在这个职位上做久了之后你还有一种就是保护自己的能力这个我们就不在不在这里细说了这个就呃这个通常不会涉及但是就是说你有一些比较呃通常你我觉得你做做这种架构你肯定会遇到一个比较有挑战的项目这个时候的话你通过那个那个项目你就会学会怎么保护自己了 那这个我觉得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经验就我翻过头来还说这个呃还说他们俩不一样就是我刚才说到就是沟通呃还有就是说培养信任呃说到这个薪资其实我觉得薪资在新西兰来说如果你做一个technically也就是说还是纯技术的呃带领团队和做架构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薪资可能现在差不多嗯但是呃我觉得这就是你的选择就说你这就是我觉得在新西兰比较比较好的地方就说如果你真的是特别喜欢技术我就是技术大牛我就真的是想走这个那我觉得你走技术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但是走技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还有一点我为什么选择架构就是呃走技术我自己对我来说很辛苦 为什么因为技术的更新太快你的知识的寿命太短呃呃我学一一件事哎我做完可能一年之后我就得学第二件事因为第一件就是我学的第一种技能已经过时了是很多时候哪怕就是说技术的这个基本逻辑几乎都相同但是你还是要花时间去学这个是没办法避免的对因为你是technical例子的话你就是说大家都看这个精通对对嗯 嗯而作为架构来说就是我说的因为是要学习软技能而你学习技术的时候就又不一样就是你学习技术就说你像我我有我的呃我们管的叫t-shake就是说你学的技术是说你应该学的越来越广比如说我是软件出身我就花了好多时间去补我的就是数据中心啊Networking这方面比如OSM model啊或者是每一种security的control啊就是安全方面嗯嗯就是很多的方面但是你也有你自己 自己精砖的比如我自己精砖的比如说就是和呃这个用户认证啊和这个客户客户管理系统CRM嘛啊就是就是就是这一套比如他出一个app怎么跟这个这个这个业务逻辑客户的这个数据连到一起就是这个这个是这个是我比较比较精的但是你作为solution architect就是说你通常有一个很深的很很做的很垂直的一个领域你要做的是说你要把你的短板都要比这个短板不是说真的让你去你config一个router config一个数据中心不是而是说你起码能和这些技术人员沟通要不然的话别人问你比如说呃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用的IPv6啊或者是IPv4就是这个就有什么区别然后你在做的时候router的时候有什么就是你大概应该有一个了解比如说现在我们通常说的https嗯原来是用的呃是呃就是叫做SSL SLS certificate SLS certificate 就是戴索的那样 现在就是用的是TLS就是都是用的transport layer这种certificate而不再是application layer就是他们俩之间有什么区别就是这些你可能大概应该了解就是具体你不用因为有人去给你configure他比较专业大概应该了解因为别人有的时候会问就是如果你不懂因为你会通常发现架构参加的会议虽然你的技术已经不是你取的全部了但是你会发现你的那个会议里边 你还是最懂技术的那个人如果你回答不出来对吧你比如说你跟你跟一些这个bisness这个这个方式啊然后你在通常项目经理会带上你再带上一个bisness analyst那聊到技术了那就只有你了你对你就是你不会就不会了但是我就说嘛就是不会就比较尴尬你才知道因为他们其实懂得不多你大体上知道你就就就能体会出来你懂得很多当然如果你那个你就换一个场景比如说你跟一帮network engineer或者devil engineer 那不一样肯定是那个技术的那个那个房间里最不动这方面技术的明白的嗯说到了这个的话再说到知识的寿命嗯就是你会发现我现在读的书或者我推荐朋友读的书可能都已经100年了嗯就是他都已经可能100年之前写的比如说像卡内基写的人性的弱点嗯啊比如说很多的比如说像呃 对对对对对这个大概应该是有100年了我觉得但很早之前就是类似于这种沟通的中用书所以说你会发现就是说这个沟通是一门艺术你永远也学不完但是呢你只要学会了你就这是这是一个可以应用到各种方面 比如说我跟我孩子的沟通我跟我父母我和我我和我老婆的沟通嗯就会比之前要好一些嗯怎么避免吵架啊能够吵是最好的嗯但是但是就是说你会能感觉你会能感觉就是说这种技能真的是呃可以学一辈子用一辈子的 所以说这个我是觉得后来嗯随着我对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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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位的认知我是觉得呃这个真的是一个你在IT领域可以做一辈子的事情而且你这一辈子并不用天天像程序员那样每天不停的翻新的技术是呃而且你是有选择因为这个architect有很多他有他有这种他有technical architect可以做的很技术他有business architect 而且这个range是非常大的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一个就是说哎我我可能这块我还要接受一些技术但我更多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想和这种我们所说的一种商业流程啊更多的时候商业用户了解他们他们的想法怎样把他们的一些新的想法通过技术去把它自动化啊或者是把它展现出来嗯就说在这个范围之内如果你真的做了一段时间你是有选择的呃嗯这个可能是我比较 比较比较喜欢而且你看我我做到了这个team leader然后也管7个人这个另外一个体会就是说这个这个岗位呢这个solution architect或者架构的这个岗位是一个呃关于你做呃领导人或者不能说领导人 领导人职位比如说像team leader或者将来manager的一个培训的岗啊因为对于技术人员来说如果只是让你做一个team leader那你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有点单调这个对对这个是说你又可以做项目又可以做技术 然后你其实你做team leader所需要的所有的技能或者是你做经理所需要所有的技能这个岗位其实都提供给你只不过你需要去不停的练习嗯等你去练习好了之后你在想做比如说你有一天就说哎我我可能就想走人士都就走这种管管理岗但那个时候的话你会发现你的软技能各个方面的这个技能可能都已经有你更多的时候可能就是慢慢要适应比如说经理啊或者team leader这个这个角色嗯啊可能你的角色要转变 你就不再是呃就在是搞技不再是既搞技术又搞又帮管人的而是直管人的对对对不你可能就不是在一个项目里你就不只是只对这个项目你更多的时候对团队负责你更多的时候是你你的想法就说哎我今年有多少预算呃今年team他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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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这个给给人员是多少的然后比如说你还有还有还有怎样把这个呃团队的氛围嗯保持的比较好比如我们现在大家很多人都都会都会 跳槽你可能要想哎呀我们在不能涨那么多钱的情况下怎么把这个呃呃这个团队这个文化做好了怎么样能把你的这个好的人员能留住就是你可能想的就更多的时候这个就是我说的你进入到那个角色你的想法就不再是我这个项目能不能做好而是说大家在这里是不是开心每个人是不是做你尽量安排到让每个人做自己喜欢所做的那个领域的项目就是你更多的时候是人员的一些呃配置啊这这这这些的想法 当然也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呃呃这个人他表现的不好了你怎么去跟他去去聊一聊就是就是了解一下为什么他表现不好能不能帮他去去去去去去improve一下这这这这这些呃就是两面就是有好的一面也也有也有像这这这一面可能就并不是我特别是喜欢的这这这这这种事情大家都不太愿意处理这些哈这些事情对对对对刚才那你提到了呃一点就是说 沟通能力嗯在不仅在工作做架构当中其实你在生活当中各种各样怎么跟你孩子沟通怎么跟老婆沟通怎么跟这生活当中形形色色的人沟通都很重要那么沟通这个东西本身就挺虚幻的呃他他很有用但是很虚幻那么这个时候吧很多咱们纯搞技术出身的人就会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比如说你刚才也说了 程序员嘛铁饭碗当架构干啥当然了这个原因你刚才阐述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说这个也确实可以干一辈子而且也有很多我们做纯技术所没有的一个优势但是程序员会这么想说哎我不需要提高软技能这一辈子当程序呃活的也不错饭碗也挺好那么为什么要提高软技能呢这个时候你会对 可以抱有这样的想法的一些年轻人留学生和刚来这的一些移民有什么样的建议嗯我觉得可能呃等慢慢呃我不知道明杨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就等你有孩子了之后你会发现那就是我的亲身经历就是我在我没有孩子之前我觉得真的是做程序员我真的是刚才跟你说的是一样我觉得做程序员真的是很好然后我可以玩新的技术 你知道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呃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编程真的喜欢这个IT里边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你真的是觉得新的东西只有有新的东西就是这是为什么我当时学这个就是因为他他有新的东西我还能编编游戏我还能就是玩一些不同的东西传个机子当时然后呃有新的技术我看看他这个新的技术怎么玩跟之前有什么不好嗯呃或者或者是就是很觉得很酷吧尤其是如果你是一个苹果迷你还可以弄个APP就是 就是就觉得就是比较比较酷的这么一件事嗯但是等你有了孩子之后你就会发现不一样就是你你可能没有孩子之前你就是一身扑到事业上都没有问题呃晚上比如说我传个机子或者是熬个夜就是一直玩这个无所谓的都是没有压力嗯对但是你有了孩子之后你的时你就会发现你的时间不够用就是说你你要平衡家庭和孩子是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呃程序员在有一段时间之内就做的比较 是就可能会比较辛苦就当然看你做的东西比如说你做的是产品我觉得还好就是sap啊sales或就是你做的是产品它的更新速度没有那么的快是但是如果你做的是纯变成比如说像这种手机的mobile app而且你做的不是什么呃比如说呃就是native真的是native真的是native你会发现嗯每年苹果开一次那个发布大会吧它很多就会变了对吧是呃每年两三个操作系统呢那是夸张一点是吧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是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就说呃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说你不想做一辈子是而是生活当中给了你一些其他的这种呃需要你去分散时间和精力的事情导致你必须重新审视一下你的职职职场规划是说我如果还想要花同样的时间陪孩子又想要在技术上保持着这种呃很很很牛的 不过向上的这个一股劲啊对嗯有没有那个时间你会不会很累而且我们说到实话就慢慢你挣到钱我们开玩笑说前五年可能大家在技术论坛就是就是就是打就是大家都聊的是工作了五年之后大家除了有孩子之外你可能聊的更多是投资啊或者说比较让自己生活的更好你可能是这方面也要分散所以说所以说所以说你说到了就是说呃这个嗯架构还有哪点好就是我说的就是 就是你一开始会经历一个可能一到两年很痛苦的时期因为就是说你原来跟人打交道你突然不是机器打交道你突然开始跟人打交道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啊这个这个就是尤其是对于像天天搞技术的对像搞天天搞技术是一个很痛苦的时候但是你过了这段你就会发现呃就是就是你就会发现真的是很真的是很轻松 你的工作也没有你比如说我现在有学学这个技术我通常我只是要了解哎为什么有新的技术因为他不会凭空出一个技术为什么有新的技术是他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我知道为什么有新的技术之后我就知道他解决了就是呃整个这个IT领域当中的哪些痛点嗯然后我我看一看我之前搞过的东西有哪些类似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CICT pipeline啊或者这些东西那那这个其实我当时做的时候就已经做过只不过好多时候 都是我我们当时自己写script用手动把键cruise control啊用这种像比如说现在现在比较流行像像像像GitGitHub啊或者说像这个之前我们也用就是微软的视频就是当然我们把它叫做嗯这个就是那个原程序毁坏毁坏平台不是保护平台就是就是他当时做的不好但是如果你其实都接触过你就知道这个东西他就是你只是要知道这个东西比你之前用的东西 好到那好到什么地方大概了解一下嗯作为架构其实就就就可以了你更多的时候是专注是说就像我说的那个T shape就是说你的这个T要更广你更关注的就是说我要找一个领域这个呃或者是这个公司的核心啊或者是绝大多数公司都都够用那我找的是第二点就是绝大多数公司都会用呃有的人去找核心比如说你在呃银行你肯定就要接触银行的核心的系统 是什么是如果我能做到银行核心系统的架构我也够吃一辈子因为银行他这一辈子我这一辈子可能他不会倒进去当然也没准啊这谁也说那也没准呢保险公司也是一样我做到保险公司的核心系统我做到那个架构我也能吃一辈子是或者你可能像我因为那种呃那种我是觉得我还年轻啊嗯比较无聊因为那个技术相对然比较老老一些是是是或者是你像我我就做一些我觉得绝大多数公司 公司都会用而且嗯虽然说技术发展的快一些但是嗯但是他不会不会这个他从去的功能不会过时就是我说的就是和客户相关的就是就是customer centric design围绕着这些CIM啊比如说他都会有一个比如说你去任何公司你下一个APP他都会有给你个login对吧最后去联他都会有他的contact center是他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呃用户的数据你怎么样把它放到一个这种数据里可以建一个 这个data warehouse啊或者怎样去做这个reporting就是我围绕的所有东西都是这个就是就是这是我比较感兴趣我会我会去把它嗯挖深深挖这个东西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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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怎么连的呀比如说salesforce又出了哪一个什么东西嗯微软dynamics又出了一个什么东西嗯然后我比如说有哪些提成像muesoft或者是微软一些提成他怎么去把一些东西能集成到一起去去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个是我比较呃深深挖的一个领域而且我觉得绝大多数公司都是都是都是需要的 呃呃还有一点就是你刚才可能问题啊就是你问的是说为什么程序员应该想要去做这个架构就是嗯还有一点就是呃就是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我发现这么一个现象不知道你们那个那个时候是大家是怎么找工作都找什么样的工作但是现在我还是发现这种大部分留学生对于这个IT行业新西兰澳洲IT行业就是这么个人质你要么做开发你要么就做测试 然后然后像什么产品呢或者是一些business analyst商业分析师或者是类似呃产品负责人这种工作包括你刚才说的管CRM的Salesforce Admin这种工作大家都不知道但是呢对你纯技术要求又不是特别高当然了对你软技能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呃我就发现很多学生因为自己不太愿意写代码但是又语言又不是本又不是本地人 所以找工作很被动所以你想看看就不一定说嗯让大家都做架构因为架构需求的确是没有开发别的岗位那么多而且要求也很高那么怎么样去提高我们的软技能来扩张我们大学生毕业选择这个职场到了这些选项吧选项的数量嗯对你说的这确实是对 对尤其是架构它并不是一个职场的入门的这么一个职位就是你说的这个测试啊和这个编程包括有一些这个Develop就是一些初级的这个职位它更多是职场入门的包括你像所说的一些和产品相关的一些编程和和测试啊这些也并不是一些入门的比如说SAP啊或者Salesforce有些它是可能是你做一段时间然后呃机缘有一些这种机遇或者是你可以进入到类似于这个方面 所以我觉得你说这种软技能的话我觉得作为呃作为如果只是大学生来说如果你想要找一份比较好的工作的话我觉得这种软技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你可以去像我说的一个一个去申请CVA去找嗯你也可以去你琢磨一下呃就是现在可能疫情往往也过去了你觉得你的招聘经理会出现在什么地方你能不能在某些场所跟他去去有一些接触呃比如说呃 怎么做了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技术的一些呃技术的一些这种小峰会都是免费的就是在meetup上组织的呃或者是有一些微软组织的一些一些活动呃亚马逊组织的一些活动你看看可不可以去去到这个里边这个里边呃我觉得如果你只是听一听技术那跟你去看一看这个YouTube就没有太大区别这个里边就更多的时候是说就是这就是软技能了你能不能去那里边 不用路边很多啊要一两张人的名片或者加一两个人的linked嗯因为那里边当然如果你看他也是学生就简单一点你找一些岁数可能比你大一些的啊就像像我这样的就是你能不能过来跟这个人去聊一聊天介绍一下你自己是然后想办法这个事就需要琢磨不是说你当天你见到人之后在想是你应该先琢磨好了我怎么去跟他说我我我 我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我最后能不能要一张他的名片或者要加一下他的linked啊就他的这个领英的就是这这这这一个是你找工作的一个捷径一样就是说如果你如果你能加一个这样的人他哪怕不是招聘经理那比如说你申请呃比如说某公司的职位他正好在那个公司做嗯是对吧他起码能跟你告诉你哎我们公司用的是什么技术是就是大概是流程是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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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工作风格之类的啊这些他都不是公开的大家不会主动公开这些东西是是是这个是这个是要找关系的而且比如说你我也做过这种这种招聘经理嗯那我去审CV其实我本身有本职工作你要想一想他这个招聘经理如果不是这个人事部的话还是有本职工作的我的本职工作其实就已经很忙了是我如果还要再招人其实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要一个一个CV去看一个一个去审 而且好的不好的我都需要因为这里呃是要做记录的就是好的不好你都要给人家理由的都是要这个存存档案那这个过程其实是挺痛苦的那其实比较好的就是说最好你能从领英上或者这种渠道里边去发掘去介绍如果你真的让我觉得合适或者是你让那个招聘经理觉得合适他就不用再走HR程序因为如果你的CV一旦走了HR这个程序之后 他就一定要按HR的程序去进行这个程序他是不能违反HR这个流程因为这样的话他会他自己会有问题但如果你通过其他的渠道联系了那他就直接找你喝一杯咖啡聊一聊然后通过这个事他就大概能知道你能不能胜着这份工作他也不就是大家都不用浪费时间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走就是走DCV招聘这个东西 其实大家都在浪费时间就是招聘经理其实也觉得浪费时间他也觉得浪费时间所以说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你能不能想办法找到这些招聘经理然后直接跟他们聊就是cut off the middleman一样就不要走这些中间的过程你能找到这个人直接聊然后行就行不行他可能也会给你一些建议说你如果比如去考某某认证你如果去怎样怎样怎样或者说你可能适合我之前工作的那家公司 因为你要知道经理他他那肯定在这边他也跳槽是吧我给你因为他们经理之间也会有沟通说我这招人你那有没有你那里有没有人我这有没有人对吧资源共享对如果他不适合但他觉得你确实不错他可能会说哎你跟这个人聊一聊吧没准他能帮到就说你像我现在到了可能工作了大概大概了六年之后我找工作通常就不再完全是CV了 而且我也不找recruitment agent我只给我之前的经理打电话就比如说我我intigent最早从毕业生招我的那个经理他大概我跳槽了几次之后他又把我招回到intigent因为他就是说说病我看你现在搞sharepoint这种技术我们非常缺你远不远回来我说可以然后我就说但是我说但是我说你能给多少钱呢他说Audrey你钱满意然后我去了之后就没有面试只是说病我想我想让你回来你要多少钱我说我要这个 这个价钱他说行那好吧然后呢就很奇怪就HR还要补流程啊我也没递过CV我什么也没有然后他还要测reference就是这边我我经理已经准备要签合同了就是就是这个事就简单啊你明白吧就是说呃就是说你慢慢或者说大家可能在这边有了一定的人脉之后就是你的这个经理一定要跟他保持良好的关系有事没事可以找他喝杯咖啡因为没准哪天他跳槽了以后还可以把你带到另外一个更好的职位是是呃 这个这个可能是说到就是毕业生软技能就是说你要想办法琢磨这个事不是就是你如果跟别人做的都一样那你的竞争也是一样如果你能另辟蹊径当然我说的这个事啊就是说可能他一开始也比较痛苦因为你去那陌生人那可不不本来大部分咱们都有点设恐啊是吧对有些人有设恐确实但是我觉得可能适合一些就说这个可能大家没有想过然后的话就是从呃linked上是说大家 大家都会都会社交我觉得这个呃可以去呃试用一下尤其是你现在正在找工作的这个季节的话或者你的这个你已经到了大三大四已经能在找工作的话你如果没钱像我们当时也是穷学生没钱你可以试用一下领英的一个月免费的这么一个premium是吧对对对你试一下你就可以给好多好多人发发随便好对但是你你发的时候也是有技巧这个就是软技能啊就说这也是一种 文字的沟通就说你不要说哎我我是谁是谁我想找出工作那这就有点太生硬了太生硬了你就说如果他是招聘经理你就说嘿我我学的是这个东西我呢学了几年呃但是呢我可能可能就是说就是类似于这样就说哎我我其实挺挺想做你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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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里做的东西或者我我对于你的这个经历挺感兴趣的你试一下他你能不能分享一下哎你当时怎么怎么找工作你当时 是怎么怎么做到你的那个职位你当时去了哪些吹你当时读了哪些书就是你抱着一个虚心浅调的这么一个姿态嗯然后呢你让别人去分享一下他的故事就是这个事是呃这个事是报这么就是关于他的是而不是关于你的大家都愿谈论自己对不对大家都愿意说一说自己的故事说一说自己有多牛有多牛因为你一旦说了这个事之后 你接下来如果就是你就是说你发了100个linked的message很可能也就是三四个人呃好一点五六个人那前面那些90多个人就不用在乎了就围绕这些人就哎这个很好啊因为我们可不可以就是你说的这个比如对我呃很有启发很感兴趣哎我可不可以请你喝杯咖啡啊或者怎样你就可以把从线上搬到线下然后你线下你花钱给他买了杯咖啡那个时候你再问说哎我其实也在找工作有没有介绍 吃人嘴短这个在其实在西方社会也是一样就是你就是说这么多的时候还是培养关系有的时候也不说你一见面就问人家就你肯定也是虚心问一下就是利益性太强了别人会问的哎你觉得你不太舒服就是对对是是是对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我可能给毕业生就说呃别人都做的事呃除非你是学霸或者怎样就是不一定是最适合你的是你其实现在在这种社交媒体非常发达 啊然后还有就是有很多活动就是你如果你真的是没有那种社恐你真的是可以去跟人交流的话想办法挖掘一下这方面的潜力就是说想办法多认识人真正跟他们建立一些呃线下的一些连接然后通过他们去帮着你能不能在你找工作路上给你开辟一些新的你可能没有想到的一些路径是通过社交媒体为自己开辟西境啊除非你是学霸 啊否则我们还是要通过各种方式为自己呃开创挖掘属于自己的机会啊这里这些机会怎么来的都是通过我们一点一点提高自己的软技能然后才会机会才会向我们招手嗯咱们也聊差不多一个小时了然后呢你孩子我看我听背景背景也是在 给你大招呼然后就带他们出去那咱们今天就先录到这吧然后我现在把这个录像给暂停